儿子 这吃过饭了 没什么事了 妈出去溜会去 溜啥溜啊 你在家躺着歇会儿不行了吗 外边有啥好的呀 在家闲着也没事 坐在床上也没什么意思啊 我出去走走 我去了儿子 行 行 去吧 哎呀 这我姐每个月都往家打钱 身上有的钱也够我搓麻将了 闲着不聊 找翔子去 搓会儿麻将 哎呀 哎 小波 干什么去啊 能干啥去啊 找翔子 搓两把麻将 咋了 有事儿叫吧 哦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关于你妈的 莎莎 怎么说话呢 你喊我妈喊啥的 啊 论备份 你也得喊我妈 最起码喊一个奶奶辈的 还我妈的 我妈的 有啥事你就说 不是不是 小波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 就是吧 哎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可碰见你妈不止一次了 他穿的那么花枝招展的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你这个当儿子的 难道不知道吗 你啥意思啊 啊 我告诉你 你有啥事儿 你就给我直说 别掖着藏着啊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那话什么意思 还我妈穿的花枝招展的 跟你有关系吗 整天说那些没用的废话 我说小波 我也是好心提醒你 怎么着 你还一脸不情愿 好心当立官非 你也信不信 我也是吃饱撑的 我跟你说 你就是神经病 没事说什么闲话 手气真他妈背 昨天 我竟然输给翔子六百块钱 小波 你妈再出去一会 干啥去 那干啥呀 我出去 溜会 玩会 你溜会就溜会 你穿那么好的衣服干嘛 这不是妈平时穿的吗 哪有那么好啊 妈 你那带子里边是啥 还背个带子 带子里 带子里没什么 我呀 就是出去玩会 带个带子有什么呀 行了 我走了 天天这么出击 老早就出来 晚上不知道几点才回来 干啥去了也不知道 你说这儿刚才碰见小波的妈妈 她还不理我 匆匆忙忙就走了 怎么回事呢 这几天啊 一直看她穿这么漂亮 不会 我再给小波 好处的时候到去 小波在家吗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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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没过玩呢 大帅啊 嗯 干嘛来了 今天来啊 本来讲 就找你打麻将的 不打了 昨天说了600多 说啥都不打了 这样 你看我这来了 要不去吧 你要不去的话 这三缺一 你没法玩啊 不去了 你要玩你自己去吧 啊 对了小波 你看 咱们是这么多年的兄弟啊 有句话呢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哎呀 有啥话你就赶紧说 别吞吞吐吐的行不行 是这样的 这 我刚才来找你的时候啊 这碰见你妈了 你妈呀 穿的 花枝招展的 而且不只是今天 这一段时间 我都发现你妈穿的特别漂亮 老师去那公园 去玩 这我跟着吧 隐隐隐约 看到好像有一个老头在那啊 你给我闭嘴 大帅 你没发现啊 平日里老实芭蕉的 现在学会 东家长西家短了啊 啊 有事没事 没事赶紧给我滚行不行 别说那些没用的废话 小波你看你这话说的 赶紧滚 咱们是兄弟 我会骗你吗 我真的看到你妈了 你会不会 那不是小的妈妈吗 她走他们快干啥呀 哎 神 神 神 你这村的特辆去干啥去啊 这漂亮吗 挺特辆的 我出去啊 没事的 出去 溜会儿 玩会儿 玩会儿 这能去哪啊 咱这村里也没什么可玩的呀 这看见穿这么漂亮啊 不会去约会吧 大帅 你说什么呢 我这么年纪 这么大年纪了 上哪儿去约会去啊 不给你收这么多了 怎么还走了事 你不成呀 这肯定有事 我偷偷过去 看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 是通往我们去公园的地方 那老头是谁啊 不认识啊 这小伯 他爸 才死没多久啊 嗯 真是的 事情就这样的 小伯 也别生气 你说咱们也是兄弟 我能欺骗你吗 再说了 这你爸刚去世多久 你也知道 你妈穿这样 是不是 你鬼没鬼 行了小伯 反正我话在这了 你也好多为之吧 赶紧滚 是我妈 最近确实 有点可疑 回来之后啊 我一定要问问她 到底干嘛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出去啊 我还会儿 妈 你今天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干嘛去了 你到底干嘛去了 整天穿的花枝招展呢 咱村里人可说了闲话了 整天穿的那么妖艳 你干嘛去了啊 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 我爸刚走多久 你对得起他吗 儿子 你说这是什么话 你爸你妈 看成什么人了 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 这有这么 发这么大的火吗你 行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跟我说实话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对妈大喉小叫的 你说说 妈那干什么事啊 你这样对我 你想想 你这样对我行吗 行 还不说实话是吧 打今天开始 我告诉你 你今天啊 你再想往外出去跑一步 我腿给你打断 儿子 我可是你妈 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我哪里做错了 你还打我呢 嘴还硬是吧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 我都对不起我爸 让你嘴硬 儿子 你这样干什么呀 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 我打死你 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打死你 打死你 还嘴硬吗 儿子 今天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我哪里做错了 我哪里做错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我都没脸说 刀死你了 哎呦 今天啊 我去看看我妈 我这儿 又好长一段时间 没去看她了 我爸 也不知道她在家过来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收拾好你 对不起我爸 小哥 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呢 你问问她 做了些什么事 啊 我都没脸说 不管咱妈做了什么事 她一个老年人 你也不能打她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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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妈 哎哟 妈 妈 妈 姑娘 我起不来了 妈 姑娘 你就别让妈起来了 妈这个腿啊 起不来了 起不来正好 给我闭嘴 断 咱妈这腿 是你打的 对 就是我打的 我看她以后 腿断了 还怎么出去 啊 朱小伯 你是不是个人呢 这是咱妈 是养你的人 你现在把她腿打断了 你告诉我 咱妈到底做了什么事 还做了什么事 行 我就告诉你 咱妈呀 整天穿着花枝招展的 早出晚归 邻居看见她 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整个村里人 都在说她的闲话 我这脸 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 我今天就是把她的腿给她打断 我看她以后 怎么出去 做的那些事 我都懒得提 小伯 我问你 咱妈做什么事了 你亲眼看见了吗 你听别人说 你有问过咱妈吗 她一天到晚出去 她是为了谁 为了谁 反正不是为了我 她是为了她自己 妈 妈 你跟我说 你这出去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小伯 你这样说妈 还打吗 你看 妈出去干的什么事 自己干吧 妈 这怎么有一些旧衣服 还要挣些钱啊 妈 还不是为了你啊 为了这个家 你整日的在家里 又是好钱 不出去挣钱上班 妈出去啊 找工作 去挣钱 为了你 为了你 我出去 跟别人打锅 为了 为了不让你知道 我出去打锅 我拿着破衣服 到打工的地方 再换衣服 妈 原来是这样啊 妈 你起来 妈 赶紧坐 妈 你这怎么不和我早说呀 妈 还不是 出去挣钱 怕你脸上挂不住 行了妈 他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你看看 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 都敢动手打你了 还有主要不 你有没有点良心 我看你那良心 是被狗吃了吧 这是咱妈 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呢 妈 我知道错了 你说 这都怪大帅和莎莎 都是他俩 说什么闲话 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 有一件事 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姐 啥事啊 妈 你就别管了 你看看她 到底什么事啊 你快说啊姐 你知不知道 你眼前做的这个母亲 她不是你亲妈 妈 妈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水家的盒子啊 这盒子多好啊 谁把盒子扔这儿了 妈 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 我告诉你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告诉你 那是因为 咱妈不让我说 你不想想 你是她捡来的孩子 她对你呢 事如己出 把所有好的都给你 而你呢 你是怎么对她的 你现在 既然把她的腿都给打断了 她那么大的年龄了 你这样对她 我看你是 这儿子是白养了吗 还有 人家都说了 养儿防老 她呢 养你这个儿子 就等于养了一个畜生 妈 我知道错了 这些年 让你受了那么大的苦 我还不理解你 妈 都是我不好 我还打了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小波 知错不是光嘴上说说的 你不想想 你这么多年在家里面 你干成什么事了 你天天游手好闲 一有空就去打麻将 你上过一天班吗 你挣过一分钱吗 要不是咱妈 你能活到现在吗 你现在都那么大了 咱妈还在为你考虑 还得给你挣钱 盖房子 娶媳妇 你知不知道 人家 这些自己都能办的 你呢 全靠咱妈 既然你现在 也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我希望你 这知错不是光嘴上说说的 你得用实际证明 你啊 你啊 赶紧去给我找份工作 以后咱妈 你得好好孝顺 妈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 姐 赶紧带着咱妈去医院 给她看腿吧 我肯定会好好孝顺咱妈的 妈 走 妈 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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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